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ibson L-00 Standard 这样一款吉他首先我们看它相对比较娇小一些 而且瘦长一些 就像一个少女一样 那么其实这种吉他呢 它更符合叫coach guitar的定义 什么叫coach guitar 就是你可以像我一样团坐在沙发里面 把它抱在怀里这么随便玩 因为它的体积相对比较小一些 那么当它的体积 它的body 它的筒形相对比较小巧的时候 我们就有更好的控制能力去控制这样一款琴 那么这样一个小筒形呢 首先它出来的音量不是会非常的大 那么相对来说 这样的筒形呢 它的声音会更加的均衡和甜美一些 那么这一支L-00 实际上在Gibson的这个吉他里面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蓝草和布鲁斯吉他 因为它的声音是相当的均衡 当你轻轻的弹的时候 它会给你带来很很骚骚的这种感觉 音量小小的 那么来讲述一下这款琴的配置 首先它的面板呢 采用的是two piece 对拼的这个AA级的 Sitka Spruce Sitka云山 同时做成这个Sumburst 太阳的渐变色 它的背侧板呢 采用的是比较暗淡的这个桃花细梦 同时加以色彩 所以会显得暗一些 我们知道桃花细梦是相对比较深 但是还没有深到这种程度 采用的是Mahogany 桃花细梦 那么它的包边呢 是采用这个黄色的这个Botry这种材质 看上去会比较复古一些 它的纸板Fingerboard 它的这个和它的这个Traditional的这个琴码 都是采用 Traditional就是复古的 琴码都是采用玫瑰的这种材质 琴锦呢 采用的是这个Mahogany 桃花细梦 那么我们看它的这个琴头呢 相对也等比例的有一定缩小 同时在我们的这个琴锦的盖上 用2016年字架 代表它是2016年出屏的 那么我们看它的这个弦钮呢 采用的是Mini Grova 它采用的是小的这个等比例的Grova的这种卷弦器 那么它的实音器呢 采用的是LR-Bex的这个VTC的实音器 整个琴显得相当的古朴 显得相当的Vintage 显得相当的复古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只小小的L-00的声音吧 这只小小的L-00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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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